中医眼科的萌芽时期远在上古 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 就有《关于墓》、《极墓》等记载 至春秋时期《诗经》和《书经》等 又有《墓盲》的记载 隋唐时期已经出现有比较著名的眼科专书 如龙树眼论 中医眼科在几千年的发展中 形成了以五轮、八阔、内外障、七十二正学说 为基础的中医眼科独特的理论体系 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为大家请到国学大师 糖尤之学术传承人周尚昆 周尚昆 中国中医科学院旺金医院眼科主任 健康快车白内障手术专家 著名中西医结合眼病专家 中医有哪些护眼优势 周主任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护眼古方 周主任 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有一点小小的犀利 但是放在我心里已经很久了 因为我知道您是著名的眼科大夫嘛 就有个小小的疑问就是您为什么自己还戴着眼镜呢 说到这个问题呢我比较痛苦 因为现在呢就是戴眼镜的人确实不方便 吃个火锅 然后呢 对新的看不清了 对吧 一冷一热就看不见了 对一冷一热就看不见了 像我呢 主要就是高三那年下半年 当时学习负担比较重 一不留神 学习学的 就近视了 但是还好 我近视的还不算太深 等到包括现在 我的眼睛度数也就是150度 你刚才问为什么没有 你为什么没有戴掉眼镜呢 因为这个第一呢 我的眼睛度数比较浅 只有150度没有达到它的标准 既然说现在的近视手术 也比较成熟 第二就是说我平常呢 有一些小的保健知识 做做点保健操啊 或者说是用一些咱们古代的 包括咱们临床上的一些 行之有效的小的方子 泡泡水 因此到现在还是维持的比较好 因此也就没有再做的必要了 我们的周主任非常的优秀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是中医师成于唐游之先生 唐游之先生是我国中医非常厉害的 泰斗级的人物 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您的老师唐朗吗 唐游之老师呢 他是咱们国家演科的 目前来说是首届工艺大师 他是14岁 跟着老师如兰山 老师学习中医演科 当时在上海已经学我名气了 在建国后呢 又考上了咱们的北京医学院 考上北京医学院之后呢 唐老师就对这些古书非常感兴趣 当时对咱们那个针波白泥杖 这一块 古书上已经记载 咱们古时候呢 用了几百年了 它就是在这基础上 就进行了一些改良 做一些动物的实验 然后对这个进针的这个部位 比如说结状体平坎部 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最后呢 在原来的古代的 这个治疗白泥杖的基础上 进行了一个改良 发明了白泥杖针波套出术 针波术做得也非常好 也给咱们国家 争到了好多人律 包括国内外的一些 知名人士 进行了手术 态度非常好 他一直讲 中医要领先 西部落后 就是主张中西结合 只要对病人有用 咱们就要取他的精华 为患者服务 普遍中的这位就是唐老是不是 对 这个就是唐老师 当时唐老师带我的时候 应该是08年 08年 当时唐老师已经80多岁了 我听唐老师学习的 我觉得体会最新的 就是唐老师一直讲 对病人看病的时候 要一颗感恩的心 要感恩患者 对 要感恩患者 就是说要好的医德 要用咱们自己的爱心 来关心患者 为他解决问题 他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 老无劳 以习人治老 幼无幼 以吉人之友 他说病人呢 来看病特别不容易 你要就把他当成你的家人 就像你家的小朋友生病了 或者你的父母生病了一样 用您的爱心 真心来对待他们 这样的话 能解决的 要尽一切能力解决 不能解决的 你要想办法 查资料 向同行求教 来进行解决 这是他讲的 我觉得学习到 最最重要的一方面 就是要有好的医德 对 从小我们就知道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拥有一双明亮漂亮的大眼睛 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 虽然近些年来 人们对于眼病的重视程度越来越深 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 尤其是老年人 对于眼病 还是有所忽视 认为拖一拖就能好 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因为有一些眼病 甚至可以治盲 不要等到眼睛看不见了再后悔 有哪些眼病可以治盲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国的盲人现在有670万 低视力就已经影响到正常生活的人群 大约有1200万人 其实这个比例已经是挺高的了 是吗 周主任 对 这个比例已经是很高的了 在咱们目前来说 临床上致盲的很多疾病 比如说排到第一位的 就是个白脸杖 大概占到了将近一半 46.1% 除了这个之外呢 可以有一些角膜病 像农村的 有些人不注意 就是梳妆架的时候 把眼镜划伤了 有可能导致一个真菌感染 这样的话角膜病也是一大块 大概占到了15.4% 除此之外呢 还有沙眼 瘦膜病 瘦膜病包括的就更广了 像瘦膜静脉阻塞 动脉阻塞 还有一些老年红脉变性 糖尿病 瘦膜病变等等 这个呢 也占到了5.5%左右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像先天性的一些疾病 视神经类的疾病 有一些眼外伤 特别是眼外伤 如果不注意的话 有可能导致失明 目前这个致盲眼病还是比较多的 咱们大家一定要爱惜自己的眼睛 那今天呢 周主任还给大家带来一个 眼病的自判方法 大家呢 可以对应一下对号入座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这个自判方法呢 我们就放在了我们的微信二维码里面 大家呢 可以扫码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点击获取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得了以上的这些致盲的眼病 我们又该如何保护住自己的视力 控制住病情呢 周主任也带来了他的护眼本草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发现有一些是我知道的 有一些可能不太清楚 像这个祭菜我知道 包饺子用的 鱼腥草我也知道 这另外两个是什么仙草呢 咱们先看看这个 这个呢 就是叫车前草 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植物 也是野菜的一种吗 对对对 这个呢 就是咱们的马趾馅 马趾馅 马趾馅 我们家吃过这个 对 我小时候也是经常吃这个 可以做成饼 这个车前草啊 主任 我知道它在我们北方那边 又叫车咕噜菜 这个是有什么样的作用啊 车前草啊 起到一个明目 另外沥湿 清热等等的作用 咱们现在药理研究呢 有抗菌 消炎 还有一个提高一下免疫力 等等这些作用 在咱们日常生活中 可以用超一下 不是水煮一下 水煎服 这样的话也可以支撑成熟菜 凉拌 炒 都可以的 在咱们临床呢 一些轻光眼的一些病人 比如说开脚性轻光眼啦 或者说一些黄斑病变的 导致黄斑水肿的啦 都可以用车前草 哦 没错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明目仙草 车前草 它多用于慢性的结膜炎 碰胀杀色的一些朋友 这边还有一个车前枸杞 具体的一些制作方法呀 用量情况的话 你也可以散开评讯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微信公众号 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仙草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仙草是什么 刚好是寄菜汤里面有一个寄菜 我看咱们桌子上也有 咱们在日常生活中用的也比较多 在补书千斤药方中 对这个寄菜呢 记录的也比较详细 说它能够明目 还能够见脾胃 因此呢 在日常生活中 对一些脾胃不好的 或者说身体有点虚弱的病人 就是不但能见你的脾胃 而且能让你的眼睛更明亮 具体用法呢 咱们可以先用这个鲜皮煮成粥 可以用半斤的寄菜 然后把它熬汤 熬了之后呢 每天喝两次 这是一种方法 另一种方法呢 可以把它做成寄菜粥 可以在寄菜里面 放点瘦肉 苦瓜 放到一起煮 主任 我看在食疗方里面 您刚刚说的这几个 我好像都有印象 但我觉得对于咱老百姓来说 最经常吃寄菜的方法 应该是直接就包成饺子了 对 那个猪肉寄菜 像是饺子 应该也有您说的这个好处吧 有这个好处吧 也特别好 对 它的吃法比较多 对眼睛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对 好的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味仙草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味仙草 是什么 这个植物呢 叫麻屎线 咱们在野外遇到的非常多 我记得我小时候呢 我妈妈也经常给我做 麻屎线饼 或者说做土菜 凉拌啊 凉拌啊 也都挺好的 这个麻屎线可以抗菌 消炎 食疗本草中讲 麻屎线有燕年益寿 明目的作用 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燕年益寿 让咱们不但活得长 而且眼镜更好 对吧 在开源本草中也讲了 这个药能够煮 木芒白艺 就是说能够预防咱们那个失明 对吧 然后呢 在日用本草中也讲 就有凉肝 退役 去寒热 止反渴 立大小便 杀猪虫 死可明目的作用 因此呢 如果有便秘的朋友 也可以吃点麻屎线 现在高血压的病人也比较多 还能够降血压 降胆固醇 增强免疫力 连环衰老等等 但是 用这个麻屎线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对那些脾胃虚寒的 吃凉东西 胃里面不舒服的人 要注意了 就是 对这些人就不要吃 咱们麻屎线的具体用法呢 就是刚才讲了 咱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 做成菜吃 也可以熬成水 烧汤 都行 所以我觉得北方这个很普遍 但是很多人只是说 把它当作菜去吃了 因为到处都有嘛 我小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们那边 就很经常爷爷奶奶 他们去 就是去菜地里 正常的菜地边上都会长这个 然后就采回来吃 就只是当菜吃 对 我觉得真的是不经意间 滋补了这么多年 对对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仙草 最后这个真是 爱的人很爱 不爱的人真接受不了 你喜欢吗 对 我太接受不了了 我也接受不了 我吃这个鱼心草 好像有一点那个过敏 对 但是鱼心草 其实本身来说 是挺好的一个食物 是不是 对 鱼心草 你要闻着味的话 确实是有点腥 就是说有些人接受不了 对 实际上啊 鱼心草这个 这个药啊 在咱们眼科 用的也特别多 中医古书上记载呢 它是有点尾寒的 对肺经和膀胱经 那个大肠经 肺和睫膜炎呢 这些有直接的关系 根据现在研究呢 它对一些病毒性的角膜炎 或者说咱们的睫膜炎 效果都是不错的 如果说你眼睛红了 而且有分泌物 可以用鱼心草 凉拌或者泡水 都是不错的 好 除此之外呢 鱼心草呢 还有抗菌 免疫力增强 以及利尿等作用 非常感谢周准 给我们介绍了 这么多款仙草 可以帮助我们护眼 除此之外 周准还准备了一份 我们的护眼本草大权 就在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里面 里面有几十款的 饮食摇方 若大家需要的话呢 你也可以 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 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那周准 除了刚才您说的 这些野菜之外 还有哪些 护眼明目的好方法呢 还有一个古代的方法呢 就是双子 一药 三用法 这两个字是什么呢 咱们 这个药呢 面前了 咱们大家经常吃的 苟且 靠啥的 苟且子 苟且子这个药 特别好 苟且子呢 就是不干肾 明目 另外呢 现代研究 能够抗氧化 抗衰老 等等 这个药呢 看着稍微发黑的 这个 这个就是 绝命子 绝命子 也是能平干 凝目的 这两个药配合起来 咱们就是 可以喝茶 当成茶水喝 如果茶水 汽上了之后 如果我 看电脑 玩手机 时间非常长 怎么办呢 拿上这个茶 熏熏眼睛 闭上眼睛 熏熏眼睛 熏了眼睛之后呢 你会感觉到 很清爽 很舒服 而且很湿润 这时候再看电脑呢 玩手机啦 就非常的舒服 最后 诶 茶也喝完了 喝了一天喝完了 怎么办呢 也不要把它扔掉 就是把这个 枸杞子和绝命子 非常珍贵的 两个药物 把它放到 干净的纱布里边 把它紧实 放到纱布里边 这样就变成一个 非常好的 护眼贴 闭上眼睛 放到眼睛上面 不在眼上 不在眼睛上 闭上眼睛 这时候要稍微 您的干一点 不要让这个水分 浸到眼睛里边 这样的话就是 每天十分钟左右 这样的话 第二天起来 眼睛是非常舒服 而且比较明亮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古人也经常用的 一个方法 这是古人用的 护眼的方法 叫做双子一药三用法 对 很简单 一个是枸杞子 一个是绝命子 各时刻 我们先把它泡水 然后喝 喝完了以后 我们可以熏一熏眼睛 最后我们可以 把它放到药包里 来敷一下我们的眼睛 对 可以缓解我们的眼睛 疲劳 提升视力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古人 真的是非常地有智慧 你看 有这么多的一些 护眼的一些方法 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 古法用来护眼的 如果您想要知道的话 欢迎您拿起手机 下边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大一本草堂的 官方微信公众号 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周主任是公立三甲医院的 眼科主任 可以说不仅是权威界的代表 而且还多次参加了 卫健委的健康快车活动 我听说去过很多边远的地方 进行疫诊 您都去过哪些地方呀 这个去的地方就多了 健康快车呢 就是一个巡回的 坐百里长的火车 我很荣幸 就是被全拍到健康快车上 可以说从咱们国家的 最北面到南面 包括西面 大部分地方我都去过 比如说去过甘肃啦 北面的 南方的就是一个广州 广州阳江 然后呢西面呢 去过四川藏区 等等这些地方 就是做一诊是吗 主要是做一诊 手术 基本上去的地方 都是最偏远的地区 因为那些地方的医疗条件 确实是太差 对您刚才说 唐老说感恩患者 其实我们更应该感恩 像您 像唐老这样的好医生 一直都是坚持 患者至上 从上医德 就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 总归是用自己的 毕生所学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希望能给患者治好病 好 我看到大屏幕中 你看有一位老阿姨 给您说了大拇指 对 您还抱了一个小朋友 是不是 这个小朋友是您的患者吗 是我的患者 这个小朋友呢 我印象非常深 也只有一岁多 只有一岁多 他就得了眼部疾病 对 一岁多 然后呢 有一个先天性的白泥障 看不清了 这时候呢 他母亲带他去省城 来看病 但是呢 就是需要全麻 另一方面呢 比较贵 他就望而却步 等到我们过去聊之后呢 然后就在我们健康快车上 把他坐了 坐了之后呢 小朋友也能看到东西了 非常高兴 因此呢 我就抱着他 和他留下了一个 非常珍贵的一个照片 后来还联系 现在小朋友茁壮成长 还不错 现在听这个故事 依旧很感动 特别是我和斯嘉 对着的这幅图 就是老人和小孩 真的是足迹 踏遍了大江南北 这个主人 那个树大拇指 那个阿姨呢 她也是 这个呢 当时我确实 给她做手术的时候 很纠结 为什么纠结呢 因为这个阿姨 是个聋哑人 大家可以想象 一个老人 又聋 又哑 后来呢 又看不见 刚开始家里 人而人不知道 就总觉得 原来老人呢 还能出去干干活什么的 后来慢慢的 老人就很少出名了 就在黑屋子里面 一个人不愿出门 为什么不出门呢 实际上是看不到 对吧 后来我们发现 这个老人之后呢 我们就准备 给他做手术 但是我一检查 他的白内障 太重了 我们叫 过熟期的白内障 他是当个的时间 太长了 这种手术呢 做起来就是风险 相对大一点 老人当时手术前检查呢 他那个身体状况 也比较差 当时我犹豫是 做还是不做 如果做好了 倒是说 还万事大吉 如果做不好了 本来我去父亲的 会不会对我的生育 造成一个影响呢 对吧 每个人当时 也是有这种顾虑 但后来呢 我就反复 就是考虑了一下之后 我觉得 一定要帮这个老人 因为不光是 要帮他这个老人 又要帮他这个家庭 对吧 因为他看不见 他家的儿子 也不能出去打工了 也着急 也着急 天天要在家 伺候着老人 对 关键这个老人 我们想象太痛苦了 听不见 对吧 不能说话 还看不见 这样生活质量 就特别差 结果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要给他做 第二天老太太 把他一先撒不了之后 他特别震惊 不能说话 就一个字的 记得像我 竖大拇指 因此我觉得 做公益啊 就是一方面 进化心灵 另一方面 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 我感觉到 也很开心 很幸福 也希望我们能够 有更多的这种疫症 能够走到这些 边缘的地区 能够给这些患者 更多的帮助 也是我们每一个 医护人员的心愿 所以我觉得 您特别的棒 特别棒 刚才的节目中 周主任讲到了 护眼的常见食材药材 以及护眼无法 接下来的节目中 周主任会讲到 护眼的几个常见学位 我们精彩继续 健康养生 关注大一本草堂 这个光明穴 究竟在哪个地方呢 我们该怎么去按摩它呢 马上来请教一下 我们的周主任 这个光明穴呢 它是租少阳胆经的穴位 在咱们小腿 这个小腿的外侧 就是首先大家要知道 这个外怀 就是咱们最高 这个外怀肩上 骨头最高的位置 最高的地方五寸 你看这样的话是三寸 再往上面量一点 这个就是五寸 每天按摩 然后呢就是 这个位置 每次按摩个十五分钟 就行了 可以起到一个明目的效果 这是第一个穴位啊 光明穴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穴位是什么 木窗穴 人体自带的这个天窗穴 又在哪里呢 它是在咱们的 头这个中线 对吧 这个中线 中线呢 旁开二点五寸 二点五寸呢 你看这是四寸 二点五寸呢 就相当于三个指头这样 是吧 多一点点 然后呢 在这个头发 我们在发际上面的话 就是个一点五寸 实际上 就是大致位置都行 用这个两个指头 放到这个 木窗穴 这个位置就是按摩 十到十五次 老师茨家呢 这个位置对吗 也有什么感觉吗 这个位置是不对的 对 这个穴位在头部的正中线 旁开一点五寸 这是四寸吧 你看 你看这个手指是三寸吗 三寸 一点五寸 就是一半 一半 这个位置 对 这个位置 然后就轻轻地 旁开 对 不要在这个正中间 所以这应该是两边的 是不是 对对对 在两边的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木窗 木窗穴 它有什么样一些 好的功效呢 这个穴位呢 可以缓解失疲劳 比如说你经常熬夜 出现头不舒服 另外眼睛有点发胀了 这时候就可以经常按一下 这个木窗穴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穴位 叫做养老穴 来问一下周主任 这个穴位在哪里呢 这个穴位呢 是在吃骨最高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吃骨 然后 突起来的位置 突起来这个地方 然后轻轻地往前一压 可以感觉到 一个凹陷的这个地方 这就是个养老穴 这个穴位呢 可以充养阳气 不光是对人眼睛 有好处 比如说是老眼昏花 或者是疲劳 另外呢 还可以对一些心梗啊 脑梗啊 腰肌方面的疾病 都有一定的帮助 是两边都是这个位置 两边都是这个位置 吃骨高起的地方 往前面会发现 一个凹陷的这个位置 还挺横的 对 这个穴位不仅可以迷目 而且还有长寿的 这个功能 是不是 对对对 好 这是我们说的 第三个穴位 还有最后一个穴位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磁竹空穴和成气穴 它有消除鱼尾纹 和黑眼圈的这个功能 这个我相信很多爱美的女生 一定非常喜欢这个穴位 赶紧告诉大家 好着急 是 成气穴呢 是个多阳明镜的穴位 这个穴位是多气多穴 为啥经常出现黑眼圈呢 因为你熬夜了之后呢 睡不好 睡不好啊 这个穴位在哪个地方呢 就是在咱们的瞳孔 眼睛 正下方 你看这个瞳孔直下 对 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对 有一个凹陷 对 有一个凹陷 这个地方呢 就叫成气穴 大家经常爱压的话 可以让你那个 是小时候眼宝剑操里面的 那个穴位吗 因为我记得有一集 有一节好像是做这个 那个是四白穴 对 四白穴 没有那么高 应该在下面 四白穴在下面一点 在下面一点 这个咱们高一点 这叫成气穴 对 这叫成气穴 气穴充足 咱眼睛才能更亮 对 还有一个叫做 丝竹空穴在哪里 丝竹空穴呢 就是咱们的眉毛 比如说在这个眉毛 眉骚这个地方 稍微再往后一点点 摸到一个凹陷 这个凹陷能感觉到吗 是紧挨太阳穴吗 再往后边去一点 就是太阳穴 哦 这个学位多多按摩 也是可以消除鱼味纹的 是不是 对啊 可以消除鱼味纹 完全是疲劳这些呢 成气穴是给眼睛 不养气穴的 让眼睛更明亮 是一个骨的作用 而四周空穴呢 就是可以有一个除湿的 然后可以给眼睛排毒的 这样一记一出 两个穴位配合起来的话 可以让咱们的眼睛更明亮 嗯 好的 养眼护眼的保健穴穴位 您都学会了吗 如果大家没有记住的话 也没有关系 欢迎您拿起手机 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大一本草堂的 官方微信公众号 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中医讲 九世伤肝 肝开窍于目 肝住藏血 眼睛的正常功能 主要是依赖肝穴的乳氧 如果长时间过度用眼 会损伤肝穴 出现肝穴不足的情况 这是九世伤肝的发病机理 如今 电子产品越来越便捷 学生用平板上网课 中青年用电脑办公 老年人用手机娱乐 九世就会眼睛干涩 骚痒不适 雾蒙蒙总感觉眼睛有东西 慢慢的干眼症就找上门来了 中医里与干眼相对应的 叫做白色症 白色症是指白金不红 不肿 但是自觉眼泪干涩不适 甚至事物模糊的眼病 那么中医有什么好的办法应对干眼症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健康养生 关注大一本草囊 其实很多朋友都会有干眼症的情况 而且眼睛总觉得特别的干 特别的色 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预防呢 咱们可以用菊花 枸杞子 这些名字 这样就是泡水 就像刚才讲那个方子一样 一方面可以泡水喝 也可以吸血眼睛 这样对干眼症有所缓解 这是一方面 但是呢 另一方面大家也是要注意 在日常生活中 干眼症的发生 有内在的因素 有一些外在的因素 外在的因素是什么呢 环境的干燥 比如说 假天 爱山 风扇 吹空调 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太干燥 特别是有些人 电视对着自己吹 这样眼泪就蒸发的快 对吧 第二呢 就是冬天 屋里面不要太热 太热的话 空气太干燥了 眼睛也容易导致 眼泪蒸发的太快 对吧 第三 现在研究雾霾 对干眼症发生 也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 对吧 你的工作环境 烟尘啊 粉尘啊 就是尽量的减少 每天要通风 还有一点 咱们的每天看电脑 手机的时间不要太长 如果电脑屏幕 屏幕的话 你要放的和咱们的眼睛 屏视 稍微偏下一点 这样的话 就是咱们不至于往上看 有的人说 我要保护颈椎 这样往上看的话 她的眼睛 眼睛蒸得更大 水分蒸发的更快 因为我们之前说 看电脑 对好 下面垫一个书本 对 让它高一些 对颈椎比较好 对 但这样可能对眼睛 不是很好 对眼睛不是太好 对吧 最好平视 对 最好是平视 或者稍微偏下一点 眼睛蒸得越大 可能眼睛比较累 是不是 对对对 这是外在因素 这些要注意 咱们内在因素呢 肝炎症见的最多的 就是咱们上班族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如果要是年龄再大一点 再要后续的话 就是女性 比男性的发病率 可能要高一点 这可能和内分疫啊 各方面的功能有关 有关系 还有一些人呢 和风痴 这些有关 因此呢 就是可能需要咱们 根据个人的体制 来进行辨证飞行 也可能需要一些 分纠的办法 或者说局部按摩的办法 或者训演的 等等来进行治疗 好的 这就是周主任 带给我们的 可以缓解眼睛干涩的一个方法 里面呢 非常的简单 有菊花 枸杞 肝草和绝明子 四味中草药 我们放在一起泡水喝 就可以起到一个 预防和缓解的作用了 健康养生 关注大一本草堂 中医治疗肝眼症 都有哪些方法呢 马上请教一下周主任 现在的肝眼症 古时候叫白色症 在古书中 治疗的非常多 因为古时候 人也非常用功的 经常写毛笔字 考照片的话 晚上熬夜看书 这样的话 它的肝眼症的病人 也比较多 古人总结的 就是有几种情况 它大概分了 三四个正形 第一种正形呢 就是邪毒流脸 什么叫邪毒流脸呢 比如说 原来已经害过病了 没好利索 对吧 这样的话 就导致了肝眼症 是一种情况 这种病呢 在咱们现在 比如说有的人 做过准分子激光之后 肝眼症 或者做过 白内障手术 或者别的手术之后 也得有这种肝眼症 这种情况 还有一种呢 对于说 咱们这个大多数 中老年人来说 可能我们叫 气血不足 哦 气血不足 就随着年龄的增长 气血 人其实在衰退的 这时候是一种正形 很有一种呢 就是肝心不足 还有呢 就是由于肝于气质啦 等等 一系列的正形 说到肝眼症呢 咱们首先要了解一下肋膜 肋膜分三层 简单的讲 三层最外边的一层呢 是个油脂性的东西 咱们可以想象 这个水 为什么不能蒸发呢 是因为水表面有一层油 把水锁住了 油下面呢 就是咱们的水液层 就是水 水液层下面 这个水怎么才能挂到脚膜上呢 叫粘蛋白层 因此这三层 任何一层出了问题 都会导致你的肋液不好 刚才讲了 咱们中医 非那么多种正形 但是临床上 又常见的 有一种正形呢 是由于减板线功能障碍 导致的一个肝眼 什么叫减板线功能障碍呢 就刚才讲的 就是这个油少了 也可能我这全身的肋液 分泌肋液的功能还可以 对吧 这样的话 就是咱们眼皮啦 眼检它要分泌好多的油脂 这个东西出问题了 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中医也是有很多办法的 咱们可以眼检的热敷 每天拿热毛巾敷一下 敷掉之后呢 怎么办呢 我还可以眼检按摩 眼检按摩就是为了 把这个油 把这个通道给它疏通 把它疏通 这样就是 怎么做这个眼检按摩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轻轻地闭上眼睛 然后用这个食指 有上往下颅 在上面的上眼点的话 这样稍微用点力 稍微用点力 有上往下 这个按摩 下眼点 怎么按摩呢 眼睛先上看 用这个大拇指和食指 这样就从 这个 两个大眼角和小眼角 然后抓着下眼皮 向中间挤 这样的话都可以让油脂性的东西 挤出来了 就是把油 就是脏东西给挤出来 对 脏东西 能不能这么理解 对啊 脏东西挤出来了 然后让咱们这个通道更通畅 当然了 这样还是不行的 因为有些人呢 他那个产生肋液 产生的少 怎么办呢 咱中医的一个有效武器就来了 里面主要有个生熟地 当归 麦冬 玄参 然后胆参 丝瓜落和薄荷 咱们看这几个药的功效 这个熟地 大家都很熟悉 熟地呢 能够撕阴养血 对吧 气血足了 然后眼泪 飞泌的多了 才可以让咱们水分更多 对吧 熟地当归都有一个 养血补血的作用 然后人参和麦冬 可以增液 生筋 润造 这样眼睛就足以更加湿润 为什么要加丝瓜落呢 丝瓜落它可以去风 通落 活血 就希望让咱这个通道呢 排得更通畅一点 然后 这些药 虽然说能够生成这个泪液了 气血也充足了 但是跑不到眼上排大 对吧 这样就有个薄荷 饮药上行 薄荷它的功效呢 就是舒肝解育 另一方面呢 就是个清理头目 这样就是让薄荷 带着些药 跑到眼睛上面 让咱们的眼睛 气血又充足 分泌泪液又多 这样就让咱们眼睛的 干涩啦 怕光啊 这些不舒服的症状 都到很大程度的缓解 但是 就是 在临床过程中呢 如果您要是觉得 不太放心 最好还是到正规的医院 让大夫先检查一下 你的眼睛 有针对性的 来进行治疗 这个是一个汤剂 还是一个外敷的方法 这个是汤剂 是一个服用的方法 是一个内敷的方法 内敷的方法 就是 但是呢 就是刚把药瓜 端下来之前之后呢 也可以来试一下 也可以试一下眼睛 好的 那么中医 对于应对肝眼症 还有哪些好的方法呢 如果您想要知道的话 也很简单 欢迎您散摆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 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而且周遵 我知道咱们的服发里面 还有一个方子 只需要花一块钱 就可以来护眼了 是不是 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是什么 叫千里光 千里光是一味中药 这个药是比较便宜的 为什么说这个药对眼睛比较好呢 咱们先看一下古书中有哪些记载 《本草》 《福经》中说 千里光与甘草煮作饮符 可以退热明目 它的花 它的叶都有功效 因此就是说千里光的全身都是宝 不光是它的花有效 它的叶子也是很有效的 现代研究呢 千里光有清热解毒抗菌的作用 还可以杀虫止痒 对一些急性的肩膜炎 角膜炎 包括一些新生儿的肋囊炎 都有一定的帮助 因此呢在古时候用的多 现在用的也不少 能够解决咱们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对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古人啊 真的是非常的有智慧 你看有这么多的一些 护眼的一些方法 健康养生 关注大一本草堂 今天特别感谢周主任 做客我们的节目 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 养眼护眼的方法 谢谢您 嗯 谢谢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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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